刚炸好出炉的后切猪排 酥脆面衣搭配扎实的肉质 民众大口咬了两块之后 才发现这里竟然有异物 仔细看放猪排的铁网上 有两个明显的金属钢丝 另外里面还有浅绿色 看起来像是菜瓜布刷过残留的碎屑 民众爱小姐顿时愣住 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被它吞下去 有没有铁丝被包覆在食物里面 它如果风味的地方 有刮到你的一些肠胃道 或者是你的食道粘膜什么的 它会造成的影响 但是我没办法估计 7月31号中午 A小姐到台中杀戮 一家炸猪排明天用餐 花了300块点了一份猪排定时套餐 结果吃了两块才看到铁网上的异物 又是铁刷钢丝又是菜瓜布 当下她立刻跟店员反应 店员其实也吓到 他们没有询问一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状况 有没有吃到什么的 就是只帮我把餐点拿走 然后说一句不好意思 在帮我做一份新的 结果得到的回应是 再换一份新的 就让A小姐相当不满 店家没有任何慰问关心 好像跟食安无关 让她气得拒绝再用餐 直接离开店家 她并没有明确地跟我们表达说 她真的诉求是什么 对 那我们也并没有说 没有去做到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能就是尽可能用我们 当下可以尽快帮到她的方式来做解决 这家炸猪排明天 主打平价日式定时吃到饱 网友部落客都推荐 全台各地拥有多家分店 而且都昏布在热闹的商圈或百货商场内 台中沙路店刚开两个月 却让民众吃出一肚子气 在清洗餐具这个方面 再下去跟我们所有员工做宣导 事后A小姐强调 她比较店家退费 也不会求偿 单纯是希望她们能重视 餐点卫生跟服务品质 后来她也接到店家来店致歉 但原本是要开心吃一顿饭的 却看到不该出现的东西 无论有没有吃下肚 都已经坏了心情 对店家形象打折扣 台中市卫生局也将派人击查 东旭李宗憲 蔡明玉 陈泰佑 在台中常常报道